我觉得这一次可能就比较特别吧 就是因为我之前的都是配可威 然后这一次是配YAP 所以就对他来说可能 他是第一次参加冬运会 所以对他来讲可能会是比较特别 就是我希望就是可以给他 就是一些帮助 就是也希望我们可以取到好的成绩 这样你这一次的冬运会 有没有说给自己定下 什么爱的特别的目标 如果自己的话 我觉得我是希望至少 不管什么颜色的牌 所以我是希望可以拿到牌 这样你觉得这一次冬运会的 那个主要的格局还是一样吧 就是对手还是印尼太过 对一路以来 其实冬运会比较强的对手 应该是比较印尼啊 还有泰国的选手啊 就你觉得你跟全温合作这一段时间 你觉得他整个的那个表现提升到 我觉得他就是我配他之后就是他进步很多了 所以一直都有看到他在慢慢的提升啊 就是不管在战术上心理上都有慢慢的在成长 我是觉得这是好事而已 所以就最近我们打 就是对对上的就是全世界排名前十那些 基本上都都可以对抗的到 所以我是希望就是可能之后之后可以就是可以可以赢他们吧 就可能还有哪一方面是需要在重点加强的 重点加强我觉得我觉得基本上整体都需要在加强啦 因为我们还不是我们还不是最最就是能比的上他们就是那么好 所以我觉得整体都要加强了 还要更加的稳定吧 可能可能只能总结一下就是刚刚结束的那个世界上 就是你们打的那个表现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打的打的不错 就是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就是战术啊 就是我们所有的就是我们所plan的东西全部都打完出来的 就我觉得是发挥的已经是我们暂时有最好的状态